好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跟你說有性生殖的生物經過受精舟所產生的子袋 他的染色體數目會跟他的青袋是一摸摸一樣樣的 為什麼是這樣 來我跟你講以人類來講 人類是不是有46條染色體 所以爸爸有46條 而媽媽呢 媽媽是不是也是46條 但是小孩子並不會是92條 為什麼 因為爸爸產生精子的時候 精子是不是就23了 媽媽產生卵子的時候是不是也是23 所以最後合在一起到你的身上 到新個體的身上 是不是才可以維持46 所以我跟你講為什麼可以46 因為中間有發生這過程啊 這過程叫什麼 為什麼染色體有減半 減速分裂嘛 所以我跟你講會有這樣的現象原因 就是因為減速分裂 OK 所以答案選擇什麼 答案選擇的就會是我們的第一選項囉